哈喽大家好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接下来我们唐老师来分享一个健康故味的好料理 刚讲这个很多国人都有肠胃的毛病 那以最近几年来讲 其实是胃食道逆流的案例蛮多的 那老师要分享的是照顾这个健康 非常适合这个肠胃到相对比较疲弱的 观众朋友也可以一起分享的烹调跟料理 老师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是高丽菜采鸡 所以我们其实很大的核心是高丽菜 对 那我们也用一些大扇 去让它味道会好一点 我们爆香一下这个蒜头 那个是红葱头吗 是 然后我们就放一点点酱 因为今天是有肌肉 那有些人怕腥 我们就让它有一些味道 好 传统的蒜 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高丽菜跟这个秋葵 或者山药都顾味 老师你的高丽菜好像是 先烫过了 对 因为我等一下让它有点脆的口感 所以我不想让它煮太久 那只要稍微再 就烫过之后再进来 其实这个秋葵也烫过 这个 真的哦 秋葵 真的耶 对 因为这样才能保持它很翠绿 然后这是山药也是先烫过 那所以那一个汆烫都是滚水稍微过一下而已 对 就过一下水就好了 不要煮太久 因为待会还会煮 还会入味 对 所以不要把它煮到烂掉这样子 对 就让它稍微缩一下水就好了 好 我们爆了这个蒜头跟红葱头之后 现在洋葱下去 那老师你的这一个高丽菜的烹调料理 今天有两个这个食材 一个是鸡肉 对 那另外一个这个是花枝吗 对 那个花枝 对 好 花枝 那这个也汆烫过 对 为什么 等一下我们都是最后加进去之后 我们不要煮太久 就可以直接让它很快的就拌炒一下就好了 那我们的鸡肉怎么腌 我鸡肉就是一样 就是糖跟酒跟酱油 就这三种就好了 那老师是特别都会去皮去油脂腌制它 对 因为我不大喜欢油太多的 对 然后我们其实这个就加一点水 好 我们佐亮的水 对 那这个鸡肉因为有腌制也有入味 所以待会其实我们的酱料的调制 跟搭配的调味料也可以斟酌 基本上我这样就没有再调味了 好 那我们稍微盖上锅盖 老师这个时候的鸡肉也烧好了 对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菜 就一个一个都放进来 拌匀就好了 所以为什么老师要事先汆烫过山药跟秋葵 跟高丽叉 因为这其实山药跟秋葵都黏黏的 对 那像我家小孩他不大喜欢吃黏黏的东西 所以我通常都会先把它汆烫过之后 然后这样子的话 这个黏度会少很多的感觉 那这个就是他们比较可以接受的口感 对 老师还放了红椒跟黄椒 然后其实最后还有这个花枝跟高丽菜药放下去 我们让它稍微再拌炒一下 稍微更熟一点的时候 我们再来就是放下高丽菜 所以这样的状况年龄少一点 你们家小孩就比较能接受 对 所以你那个汆烫动作是为了增加小孩的接受度 如果他很讨厌秋葵或者山药的话 对对 好 那炒熟我们就来试吃喔 不然他的肌肉都特别的软嫩 那他的软湿就是好鲜甜好好吃 那他的蔬菜咬下去 你才知道什么叫蔬菜的鲜甜 其实我认识蔬菜的鲜甜 也是吃了谭老师的料理之后 他一直在强调说 蔬菜有天然的那种鲜甜味 其实谭老师他身体力行 那他的小朋友 其实在吃他这样健康料理长大的 其实他的不管是头脑 或者说健康程度都比一般来得更好 我觉得这真的是家庭主妇 要多学习 每次大家都问我说 有什么吃了小朋友会聪明的药 其实天然健康的食材 就是一个最好的聪明药